長著綠色鱗片 有著人臉和動物特徵的AI機器人 對著鏡頭喃喃自語 台北當代藝術館首度邀請 韓國國立亞洲文化殿堂來台策展 像我旁邊的這些窗戶 上頭有著大小不易的玻璃鏡片 告訴觀眾就是因為技術進步 才有了攝影和VR出現 給了我們更廣闊的視野 隨著人工智能興起 人類害怕被AI取代 來自韓國的藝術家 希望透過展覽粉絲 世界並非圍繞著人類運作 我們應該轉換角度 透過大自然和宇宙的視角 認識世界 好幾顆地球出現在畫面上 藝術家蒐集外太空的攝影畫面 技術從望遠鏡到相機 逐漸發展成高清晰的機械裝置 人類才能一窺地球和外太空的真實面貌 對這次展示的規模 對這次展示的規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或许就是要告诉我们 人类和科技环境是共融共生的关系 跳脱人类中心主义的框架 轻松面对新科技到来 无需惧怕 人间卫视市庭义正人中台北采访报道